恩杜娜成功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这归功于她有一位坚强而伟大的母亲 她以日渐强壮 总有一天 她会出去独自闯荡 建立属于自己的狮子王朝 你没看错 这个小家伙正在啃食树皮 直到现在 她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进食了 她的名字叫恩杜娜 和自己的母亲卡奇亚相依为命 已经五个月的她依然需要母乳 今天她的母亲刚刚捕获了一只小猪 并未带回来和恩杜娜一起享用 而是自己吃起了毒食 这样看似很残酷 但这也是卡奇亚无奈之举 因为食物有限 卡奇亚知道自己的身体垮了 儿子还不会捕猎 自然也就不能存活 这对可怜的母子 曾经也有一个幸福的士群 那时候卡奇亚刚刚产下幼崽不久 三头流浪雄狮突然入侵 是往老天空辈子不幸战败 抛下士群而去 如果卡奇亚选择向心王臣服 她的五只幼崽必定厄运难逃 卡奇亚没有放弃自己的孩子 而是选择带着幼崽们逃跑 当时恩杜娜是其中最小的一只 他们徘徊在饥饿和危险的边缘 艰难度日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另外的几只幼崽都先后死去 直到现在只有恩杜娜还活着 母子每天徘徊在 各个士群领地的边缘活动 面对生活的艰辛 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希望 现在正值五月 不久前刚刚下完大雨 整个大草原都开始长出新的嫩草 慢慢恢复往日的生机 但是现在却和旱季同样难熬 因为迁徙的食草动物 暂时还没有返回这里 卡奇亚想要独自完成狩猎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他们没有狮群的团队协助 不能合作围剿大型猎物 所以卡奇亚的狩猎对象非常有限 大部分食草动物的速度都比狮子快 只有油猪的速度和狮子相差不大 但是对方更有耐力 卡奇亚想要成功狩猎 就必须尽量地借进猎物 这一次他锁定了一只体型较小的油猪 宝刀未老的他很快搞定了猎物 紧接着开始呼唤自己的儿子 前来一起进食 母子二人 开始狼吞虎咽地享用眼前的大餐 这是一周以来恩杜娜首次吃到肉食 而就在此时 麻烦也接踵而来 血腥味吸引来了一群猎狗 这些成群结队的家伙 专门抢夺其他动物的狩猎果食 专挑老弱病残 眼前这头母狮和一只幼崽 正是他们理想的目标 此时小恩杜娜饥饿难耐 她拼命地啃食着猎物 能多吃一口吃一口 而她的母亲此时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 一时留下来保护不来的猎物 如果这样 幼崽的处境也将会岌岌可危 另一个就是主动放弃食物 带领孩子赶紧离开 母是为了安全起见 不想和猎狗群纠缠 所以带着自己的儿子离开了 慌乱之际 他们闯入别的狮群领地 附近的猎狗也是虎视眈眈 敌对双方都在伺机而动 不幸的是另一个危险也随之出现 一只熊狮正在巡逻领地 如果被她发现 儿子恩杜娜一定性命不保 卡奇亚只能更加小心躲避 直到现在雨季已经接近尾声 地上的杂草生长得非常快 但是迁徙的食草动物暂时还未返回 这就意味着生活依旧艰难 还好卡奇亚的狩猎经验十分的丰富 再次抓到了一只猶猪 她使劲地咬着对方的脖子不敢松口 这是他们母子生存下去的希望 对于一只母狮来说 相比于狩猎 能否守住猎物才是最大的难题 她小心地环顾着四周 确保没有被别的猎尸者们发现 为了制服这只猶猪 她的体力已经消耗殆尽 她不敢用吼声呼唤自己的孩子 以免暴露行踪 卡奇亚选择把猎物放在原地 去寻找自己的儿子 然后一起享用眼前的美味 这是近期以来 母子两个吃得最安心的一餐 吃饱后 他们躺在草地上享受着片刻的安宁 对恩杜娜来说 娜娜卡奇亚就是自己的全部 以后能不能顺利活下去 完全依赖自己的母亲 已经12岁高龄的母亲 捕猎经验丰富 拼尽全力 好不容易又捕获了一只猶猪 卡奇亚想把猎物拖到隐蔽处 但还是被不远处的猎狗发现 很快强盗们就逐渐包围过来 俗话说 福布双将祸不单行 两只熊狮也嗅到了食物的味道 卡奇亚必须带领儿子赶紧离开 不然恩杜娜必遭毒手 这对倒霉的母子 只能再次饿着肚子 一前一后举举前行 此地不宜久留 卡奇亚别无选择 只能带着儿子 前往其他狮群领地寻找食物 这一次他们闯入了塞姆格威狮群 奇怪的是 狮群的母士并没有理会他们的到来 但是当卡奇亚捕捉到猎物的时候 他们就冲上来直接抢走 卡奇亚不敢反抗 只能拱手相让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猎物被瓜分殆尽 没有办法 强权征服了恐惧 无论有多难熬 但儿子恩杜娜 是他努力活下去的最后希望 孤儿寡母的他们 已然对这样的遭遇习以为常 年幼的恩杜娜 现在已经到了非常虚弱的状态 他急需进食 突然卡奇亚发现了一只 闲逛的眷铃 这种喜欢群居的群羊速度很快 就算体力充沛 都不一定能够成功狩猎 更何况卡奇亚现在饥饿疲惫 但是这或许是他最后的一次机会 如果再不能完成不猎 他的儿子恩杜娜将必死无疑 潜能爆发的卡奇亚成功拿下了猎物 随后母子开始狼吞虎咽的进食 这只群羊足够他们支撑两天了 时光飞逝 南傲的日子终于很快结束 牵移的兽群马上就会来到这里 第一批队伍已经出现 他们需要度过眼前的河流抵达目的地 紧随其后的是牛林大军 也让河里的霸主开启了狂欢盛宴 各种食草动物们都也陆续赶到 整个大草原再次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这是一幕震撼人心的场面 劣势者的幸福生活也即将开始 恩杜娜成功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这归功于她有一位坚强而伟大的母亲 她以日渐强壮 总有一天 她会出去独自闯荡 建立属于自己的狮子王朝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人见人爱的小猫 我们下期见 我是小猫说电影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哦